哈嘍,大家好,我是君君 昨天呱吉錄了影片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她说了些什么 大港开唱据说活动的总预算呢 是在2000到3000万之间 市府补助呢500到800万左右 不受票你要如何办好活动呢 大港开唱这两三年拿到的补助款 大概是800到1000万哦 大港开唱唱了十年 也为高雄带来不少实质或无形的收益 就是一个价值两亿的发大财机会 更不要提抽象的光荣感 大港高雄真的是让高雄非常有光荣感的一个音乐季 而且也带来了很大的财收 可是我们想要问的是 卖门票赚了门票钱拿了政府的补助 我们还是希望是一个政府厂商表演者 以及所有高雄市民四赢的一个局面 所以大港开唱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付一些场地费 清洁费租金等等 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希望呱吉说清楚 文化的建立是漫长的过程 但毁灭却只要一朝一夕 其实我在这边真的不知道是谁毁灭谁耶 到底是大港开唱这个活动毁灭了表演 还是初俗的表演拖累了大港开唱 音乐季它不只是文艺青年的大拜拜而已 它也是孕育台湾未来娱乐文化的基地 音乐季确实是孕育娱乐文化的基地 我们对大港开唱本身没有意见 我们是对它的表演内容 不要再污名化大港开唱了 大港开唱是很棒的音乐季 重点是表演的内容 原因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中天电视台还有一个大概十万订阅之后的小网美 他就特别的把我之前在半年前 大港开唱的时候影片把它抓出来 原因是因为这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大港开唱停办这件事情 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 那我想有一些韩国瑜的支持者 他们想要透过我的在半年前的这个表演 来证明这个大港开唱是一个非常低俗的 这个文化表演 并不是我证明了大港开唱是低俗的表演 是你自己证明的 不要把低俗的表演跟大港开唱画上等号 如果我现在在舞台上 直接大便表演给大家看 你们想干吗 干 不要再扯到韩国瑜了 我们今天有意见的是 这个低俗的表演内容 你这次真的是团结了党派 团结了蓝绿 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支影片底下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觉得 这个表演内容非常的低俗 不能够接受 很少有人在底下留言说 哎呦韩市长好可怜哦 韩市长被欺负了 所以不要再扯到韩国瑜的支持者 甚至有些人有讯息我说 我虽然不支持韩国瑜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表演 现在这个跟韩市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我们针对的是表演内容 如果你认为大港开唱 是一个不入流的音乐季 或者是文化展演活动 我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打包票 你一定是一个不听团 也从来不参加任何音乐季的人 再一次强调 不是觉得大港开唱这个活动很低俗 是觉得表演内容很低俗 我自己本身也去过好几次的音乐季 其实台湾很多的百大DJ 很多很知名的DJ 来台湾举办音乐季 像之前在卫权普新牧场 像在之前台北柯P也有去过 所以老实说 跟你们讨论 到底大港开唱 音乐季到底有什么样的艺术 或者是文化价值 我觉得根本是浪费时间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有在听团 有在去音乐季的人 你一定明白 大港它在台湾的这个音乐历史上 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而你对大港开唱 有一些小小的抱怨 你觉得它有一些音乐上的一些缺失 这非常的合理 但你绝对不会怀疑 它在台湾音乐历史上的一个价值 我们从不怀疑大港开唱 在台湾音乐历史上的价值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 初俗的表演内容 所以不要再牵托了 大港开唱是被这些 初俗的表演给污名化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音乐季的主唱站在台上 或许有爆出口 但是爆出口加不入流的表演 言语 人声攻击 再来一直宣扬政治理念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 塞马吗 塞你贏了啦 啊 啊 啊 你账塞啊 我觉得那个韩国瑜啊 它就跟男人的龟头一样 如果我开始想干韩国瑜了该怎么办 我也是开了眼界了 另外我再举个例子啊 很多音乐季跟吸毒都有关 跟毒品都有关 那我可不可以说 啊这就是音乐季的文化啊 那么嗨不吸点大麻 就不是音乐季的文化啊 所以在音乐季本来就该吸大麻 所以在音乐季本来就该爆出口 本来就该人声攻击歧视 哎呀你们不懂啦 你们都不懂啦 因为你们没有听团 你们没有去过音乐季 高雄的看板娘是谁 比较年长的学姐 白冰冰啊 这个琼瑶来当他的爱情总顧问 哇 请一个爱情官60年代的人 来当总顧问 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回事啊 哭哭哭 国瑜是只猪 哭哭哭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那个高雄 宣传的那个MV 来去高雄 我一看到我就觉得 干 这是什么 越南情缘吗 哎没有去过音乐季 不代表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耶 你是公众人物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 你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位置上 深受大家的喜爱 真的要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我老实讲 站在台上霸凌别人 取笑别人 歧视别人 看不起别人 韩国瑜哪里得罪你了 白冰冰穷瑶 越南情缘 哪里得罪你了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 你可以不投票给他 你可以不要看穷瑶剧 你可以不要看白冰冰的节目 不要听他唱歌 但是你不能欺负他们 不能霸凌他们 当你遇到再不喜欢的人 你也不能随便踢他两脚 打他两巴掌 骂他两句啊 我们还是要试着很礼貌的跟对方相处 因为这个就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 当你站在台上拿着麦克风 底下有这么多的人在看着你的时候 谁都一样 这个时候你有了最大的话语权 千万不要滥用它 拿着下流当有趣一点都不好笑 我拍了影片之后 很多瓜粉也来霸凌我啊 我现在在这边要说 不管你是谁的支持者 讲一些粗口的人生攻击 都是很不应该的 可是由此可见 这些瓜粉是多么的维护你 你是不是要好好想一想 能够树立起榜样 带领着年轻人正向 乐观 开朗健康阳光 我们不像你一样 人生胜利组 名利双收又高学历 还能够这么受大家的喜爱 这真的是老天爷对你非常的好 所以也希望尽一些社会责任 那也有些人在网上批评说 这支影片 他没有办法给小朋友看 这个说起来就奇怪了 本来大港开场 就不是一个办给小朋友的活动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 你家五岁还是七岁的小朋友 在看什么样的内容的话 请你记得晚上帮他打开电视 去看桥府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带他去看直风车 台湾有这么多的活动 这么多的演出 适合你家的小朋友 你不一定要带他来大港开场 还有人常常会批评说 我的影片很下流 让他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我也想要跟这些人讲 对 我真的很下流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大港开场不是办给小朋友看的 可是这种表演内容老实讲 所有人都不适合 其实不只是粗俗的脏话 还有人身攻击 批评 谩骂 最重要的是 带给年轻人的思想是什么 告诉他们 这样子的霸凌别人 这样子的批评 谩骂都是好的 都是好棒棒的 有一些人 他批评我 所以我觉得讲话很低俗 言语粗笔 譬如说我里面讲了非常多 具有台湾本土离俗感的一些 三个字的 五个字的 七个字的 譬如说什么 XX年 你要当他妈的靠嘴 你外地来的啦 干 我等一下把你们这些高雄人 通通都干到脱缸 这个话很脏 大家听了不舒服 太台了 我以后全部该讲 他奶奶的 你是不是听起来就舒服很多 如果 我本来讲 XX年 你觉得很脏 我以后就变成 他奶奶的熊 我相信 你一定觉得很赞 你一定就会觉得 哇 优雅 高级 充满文化 怎么样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韩市长所说的TNND 我们也不觉得恰当 我们也觉得不好 但是有人说过他 高级优雅有文化吗 可是比起来三字经 五字经 那确实是比较高级优雅有文化 干 如果你愿意从三字经 五字经 改到TNND熊 那我也觉得你很棒 至少有进步 接下来议员就对高雄做了一些蛮理性的批评指教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 台湾人对于未卜先知的能力比较没有 但是事后诸葛都很厉害 不过不管怎么样 理性论述 我们都是很支持的 我认为一个地方是不是有文化 并不是由他的市长 或者是一些脑残的支持者来决定 诶诶诶又来咯 支持者就支持者 加什么脑残 生气哦 而是由他的市民 或是在地 所有的人事共同所推动 所以在我的心里面 我仍然觉得高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高雄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朋友 对高雄的付出努力 只是现在高雄的财政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些知名艺人来代言 阿诺可以啊 钱啊 我们可不可以大张旗鼓的办很棒 很有质感的活动 可以 花钱 我们可不可以善款来做气爆装置艺术 可以啊 花钱啊 可不可以盖了轻轨没有什么人使用 花钱啊 可不可以盖了很多很多的文字馆 然后没有实际上太大的意义 可以啊 这些都是钱啊 不然高雄3300亿怎么欠的 还卖了这么多的土地耶 高雄市民真的非常的幸福 因为现在你们有一个 把钱当钱的市长 把钱花在刀口上的市长 那只是很可惜的 就是从明天开始就没有大坎开唱的而已 我们也觉得大坎开唱不唱了是蛮可惜的 那只要活动内容能够是优质的 我相信只要稍微改变一下 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所有的表演者 其实我要在这边强调 我们不喜欢的不是这个人 我们是喜欢这个人的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他的行为 所以只要行为改正了 我们大家都还是会很喜欢他的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看到有人一直不断的谩骂 霸凌别人 其实这个人真的很空虚 因为他只有透过嘲笑 才能达到自我满足 再来 一个嘲笑别人 霸凌别人 还洋洋得意 哈哈大笑的人 这个人根本没有资格做人 他也没有灵魂 这种没有灵魂的人 你跟他相处干嘛咧 他连灵魂都没有了 他也不会对你好的 他也不会成为你的朋友 另外大港开唱那天的表演活动 有当场问现场 有没有韩国瑜的支持者 有人举手了 结果大家 嘘嘘他 嘘爆他 我先问一下 在场有人是支持韩国瑜的吗 要不要举一下手 还真的有 你给我滚出去 没有啦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我在这边要给举手的朋友 比一个赞 你们勇气可嘉 不要害怕被恶霸孤立 不要害怕被恶霸的团体给排斥 这些人不懂是非 本来就没有灵魂 你跟他们在一起 你只会迷失自己而已 今天没有站出来谴责 就是霸凌者的共犯 与其去那边跟着他们一起 骂脏话 跟着他们一起去 轻视 污蔑别人 还不如花一点时间 为自己的未来 努力一下 打拼一下 那 我们不但不喜欢恶霸 我们也不喜欢贪污 腐败 欺骗人民 把人民纳税前 拿去大撒币的政党 我相信良好的社会风气 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一片祥和 而且是同心协力 团结力量大 就像议员用钢门夹三根筷子 夹不断是一样的 再给我拿三根来 我拿三根来夾代表什么意思喔 我想跟大家讲团结力量大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咯 我等一下还要赶着去工作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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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